那这个管理身材就是管理自己 那这两三年是不是也没时间管理自己身材 但我看您保养的还不错呀 对呀 因为这两年做那个工作的话 特别累 也挺辛苦的 感觉到自己也去虚 就想着家里还有一个健身卡嘛 这好几年都没用了 马上就要过期了 是吧 然后正好中休节休息嘛 我就请假 我说我暂时的不来店里上班了 我说我那个身体要管理管理身体了 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已经 就是感觉到挺累的 这几天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管理身材上了 然后自己在家做饭呀 吃的一些均匀一些了 这个气色就好一点了 除了这吃得上注意一点 还去健身吗 这个瑜伽呀 健美操呀 一些器械呀 这器械得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才能 要不然会伤到自己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也请私教来着 然后他就教 教一部分 然后你在这一部分 你可以了 就自己以后 自己慢慢地就是用那些器材 去锻炼什么事 第三条 第三条跟你说 我挺感兴趣 因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您去做这份小儿推拿的工作 并不是说因为经济上 要负担自己的生活 只是想学一门技能 也让生活更充实 没想一做就做了这么两三年 还乐在其中 都忙得忘了自己是单身 需要找另一半 就是那天看到那个 莉莉老师发的朋友圈嘛 我就看到有一个先生 当时我就想 哎呦 我还是单身呢 因为这两年呢 光忙着干那个工作嘛 就忘记自己是不是单身了 你是被他的信息提示了说 哎呦 我还是个单身 还是被这位先生点燃了您一定的兴趣啊 两方面都有 两方面都有 首先是信息 然后莉莉老师推出来一个信息 然后我就觉得 哦 这个先生也是有什么公头腕 中腕头鸡什么的 然后一看 六十七岁 六十七岁这个年龄 有这样的身体的话 还真不是太多 证明这个人可能也是比较自律的 热爱生活的人嘛 然后就给莉莉老师就是微信聊嘛 火能力久违您是冲他来的吗 今天 也是吧 开心吧 肯定要干脆的回答嘛 对不对 你说的这位先生我们印象也特深是吧 当时是那个李洋老师在那儿 还比着比那龚二头鸡 李洋老师那小戏胳膊是吧 你好 先生 各位老师好 就先生这范儿李洋老师好 真的是 这身上这倒山 李洋老师好 你好 我能摸一下您这个吗 听您的节目 好多年了 是吧 我能摸一下您这个吗 哎呀 我天哪 你这摸摸 你看这身材 是吧 今天也有点干本肉 干本 先生您好 你看你先生这体格 来来 要展示一下吗 展示一下 这边是一个尖峰 你本人很难念出来 好多年了